Hello 宝宝们大家好 上一次呢 我做了女演员 常卸妆护肤的一个视频 大家很喜欢 那么今天呢 我再做一期 冬季护肤的好物分享 希望大家也能在这样 又冷又干的冬天 关击一些皮肤上的小问题 首先 我现在已经是 卸完妆洗完脸的状态 这个也是之前 我也给大家 推荐过用的一个 半碗的水 我是觉得它很适合冬天用 因为它是这种水乳质地的 相对比较严重 冬天呢 因为太干了 所以很适合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蓝味的一个精华 它有一点点这种 深香和人参的味道 也是相对比较粘稠的这种质地 因为夏天我就会用 清爽一点的精华了 车动的抹在三角区 然后就会觉得 感觉有一层修护了 因为冬天我又是干皮 所以我特别注重 在秋冬季节 保湿修护的工作 我最近还在用的是这个 Sommer Food的小绿管 我用的是这种轻薄管的 它呢是这种很细腻 很好推开的这种 奶油质地 特别的丝滑 而且它里面还有 有精品的萃取 所以特别能在 这样干燥的冬季的时候 给肌肤迅速地提供 饱满而充足的水分 然后达到密集修复的作用 可以先放在掌心 温润如化一下 然后给它从脸中心 到两边 轻轻地按压 轻轻地推开 然后促进它的吸收 哇塞 真的瞬间就感觉 吸收得特别快 而且你看 进去里看这个皮肤 就感觉特别地好 水嫩烹润的感觉 其实除了日常 呼呼的时候 我会用到它 我也有的时候 会把它涂在脖子啊 肩膀啊 这些易干燥的地方 还有就是 我上妆之前 我有的时候 带妆时间长 担心会卡粉啊 起皮啊 还可以把它 放成妆前乳来用 就可以特别好的 有了一个保湿膜的感觉 所以抑制度 使用率很高 很实用 希望大家在 又冷又干燥的冬天 也能够护理好皮肤 然后保持健康而水润的 肌肤状态 拜拜